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纽约时报报道 特谢拉现年21岁 购职于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情报部门 是最早出现相关机密文件的网络聊天群组组长 那个群组有20道名成员 是一群热衷于讨论枪支 种族主义和电子游戏等话题的年轻人 特谢拉现年21岁 于2019年进入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 平时的工作包括保障军队全球性大型通信网络的正常运行 报道说 一封五角大厦内部邮件显示 特谢拉持有联邦政府授予的最高级别绝密信息安全许可 去年7月 特谢拉被提拔为一等飞行员 她此前还曾荣获空军成就奖章 旧金山消息 加州旧金山警方宣布 移动支付平台Cashable创始人街头遇害案的嫌疑人昨天在旧金山附近被拘捕 本月4日凌晨 43岁的Cashable创始人鲍伯里在旧金山街头被刺身亡 旧金山警察局局长斯科特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天早上 38岁的莫梅尼在旧金山附近因涉嫌谋杀被拘捕 据报道 鲍伯里在遇害前是加密货币公司NobleCoin的首席产品官 遇自当天鲍伯里正在旧金山出差 当地警方表示 嫌疑人和被害者彼此认识 但拒绝透露两人的关系 也拒绝透露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纽约消息 前总统川普发布最新竞选广告 他表示 如果他能够重新当选总统 将彻底改革联调局和司法部 并对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起全面的公民权力调查 据报道 在标题为恢复美国法治的三分钟竞选广告中 川普表示 没有比司法系统的腐败和司法武器化更加可怕的了 并承诺将对民主党城市的地方检察官采取严厉措施 川普还说 芝加哥 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城市的地方检察官应该接受联邦传票 以确定他们是否违反了民权法案或参与了非法种族歧视 北京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 互为全面战略伙伴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中巴关系的全局性 战略性 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 开辟新时代中巴关系新未来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发挥积极重要作用 卢拉表示 非常荣幸和骄傲率领庞大代表团第四次访华 这是我这次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出访美洲之外的国家 体现了巴方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对发展巴中关系的重视 中国是当今世界政治 经贸 科技等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巴西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战略高度 致力于同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 习近平和卢拉 海九乌克兰 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了贸易投资 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 信息通信 简频 简易 航天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